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出一些比较能让人产生共鸣的剧本 梦想肯定是去拍长片 但是我现在正在找拍长片的理由 拍长片的意义 为什么一个片子要拍成80分钟90分钟 而不是60分钟 多那20分钟只是为了上原线吗 只是为了把它当成一个电影上去吗 如果你拍了个片子 它只能剪成40分钟 这40分钟就把这个故事讲得很好了 那为什么我要再去拍上40分钟把它拼起来 拼凑成一个80分钟的东西扔到院线里 再让人去看呢 因为我处在这个短视频时代 我处在一个哪怕是拍中视频 我要以我的短视频思维去拍它 是吧 我尽量让它短 能短一分钟就短一分钟 能短几秒就短几秒 如果这几秒 只是一个人枯燥的走过这个画面 没有带来任何的实质性的 对故事的也好 对整个片子的也好意义的话 我就会把它删掉 会想别的办法让它更快的进入下一场 对吧 那我就是这样一个创作者 我就是这个时代的创作者 那我想我想拍长片 因为我从小就热爱长片 我从小就热爱电影 但是电影有个规定 你必须到90分钟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去写一个90分钟的片子 我不知道怎么去 就是就把这90分钟利用的特别特别的好 我现在正在尝试着慢慢的变长 我慢慢的觉得10分钟 我10分钟的架构应该是什么样 20分钟的架构应该是什么样 30分钟 慢慢的慢慢的 我再去找长片的感觉 那我现在就从这个时代中 再找到长片的意义 我学兽艺 报的本来是中国矿业 我好像差几分 然后就给稀里糊涂就调剂了 到最后我都不知道我去哪个学校了 我以为没有学校要我了 然后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录取通知书 我说一看山东农业大学 然后学的是受益方向 然后那就去吧 然后家里说那咋办啊 你这去不了电影局或者是啊 你学个受益 你将来不能说摇牛摇羊去吧 我说没事 你放心我到时候在考研 信誓旦旦要考研 结果到大二我就 开始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家里也知道 你弄吧 只要你考个这个会计存员资格证 考个教室资格证 你弄其他的没事 然后呢我也没考下来 我们班有40多个人 只有我自己天天不去上课 天天去搞什么拍片子 那种异想天开南辕北辙的东西 大二的时候 两个学习好的一个女同学 就问我 你真的就是不去上课了吗 你真的就是 你的前途怎么办 就是你在那个环境下的时候 你会觉得 是非常的非常的就是害怕的 万一跟他们说的一样 是吧 我的人生毁了怎么办 我为什么不去老老实实的 去学我的兽医 学我的这个啥 慢慢的找一个养猪养牛的工作 是吧 慢慢的像他们一样 跟着我的学长一样的 这个足迹去发展 那是有一个明确的 能看得到路的一条路 而我这条路可能是 在很多人都说你 这样很危险很危险 一条没有的路 因为那个时候短视频还不是很发达 然后我就说 我靠这个也能活 是吧 因为当时我觉得 我在恋上两年 我出去去一个传媒公司工作 我怎么挣的钱也跟他们能差不多 只要不差太多我都能接受 我给自己的预期是很低的 我不会去因为一个场景没有 就让我的制片或者说 让我的工作人员 就必须给我找到这个地方 找不到这个地方我不拍 我不是这样的导演 我是一个 就是 我为了把它拍出来 可以 就是把它拍出来 可以去改变的一个 一个导演 这是我成长环境所导致的 我在大学的时候 拍了四五十个小短片 不是说那个 你拿手机录的那种 是通过你的剧本 然后加上 你去找演员 你找同学嘛 然后找场地 然后再去现场去指导这拍摄去拍 然后再导演的演员去演 然后再后期再去剪出来 就是每一个片子都是这种流程 去练出来的 所以到我现在 你给我任何 只要是我这个剧本写出来了 任何环境我都能把它拍出来 我很喜欢这个 你把一个东西拍成一个片子 觉得感觉很神奇 包括一开始在大学里拍片子的时候 我那个片子出来之后 我们会拿这个木布 放在下学的毕竟之路去看 看我们的短片 然后会有唯一堆学生 然后他们会在哪个地方笑 你要记住他们在哪个地方笑了 是吧 那这时候就是 广感的初步形成 那慢慢的有了这个 抖音快手B站 是不是 尤其是B站 它的弹幕反馈 是吧 你哪个地方弹幕它多了 那个地方 地方它的评论多 大家在评论的点是什么 是吧 你出来一个作品 然后跟大家去交流互动 与上百个人上千个人 产生了情感上的这种连接 这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 很上瘾的感觉 我暂时没有找到自己的风格 因为我可能从各种大导演那里 就是来投试学艺吧 就是他们的风格 我觉得特别的鲜明 我就去借鉴一点 然后把他们的风格拿回来 然后套在我的广场舞上 我就去尝试去学习那种风格 然后我想拍一个这种题材的时候呢 我就会看相关题材的 这个导演的风格是什么样子 然后再去学习 他们的表现手法以及风格 那我其实一直是在学习吧 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特定的风格 我可能擅长的就是拍一些身边人 这个小人物 因为我能看见他们 他就是我身边的就是亲戚啊 或者是朋友啊 或者是邻居啊 他们的喜怒哀乐是非常真实的 我能看见这些真实的喜怒哀乐 我才能写出一些 比较能让人产生共鸣的剧本吧 我怕别人捧杀我 我很害怕 应该是每个月都会思考 就是别人是不是在捧杀我 我真实的水平其实还是很低的 不害怕捧杀的话 我就不会 去年就不会可能不会辞职了 当我离职的时候 去年10月份离职的时候 我给了自己一年的时间 就这样说你这一年的时间 就慢慢的去做 慢慢的去做就行了 哪怕一年以后 我不行了 是吧 我不行了 我再接着再来一年 是吧 再慢慢的去做 我有这个 大家也网传了我 这个 从我注意单项目 是吧 挣了多少钱 其实在我离职的时候 也没剩多少钱了 也 但是那个 我们既然就是 做吧 做创作者吧 哪怕就两个人的时候 是吧 也可以去创作呀 拍一个是吧 嗯 我承认我有飘过 我岳父岳母 还有这个 我父母都有过崔庚 我也不知道我是个什么权 我可能没有权